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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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那就沒辦法囉 只好繼續洗喔 拿錯了 船我們先留在家裡好了 兩招都先留了 其實我覺得我身上廢物有點多 船應該帶一艘啦,以免又遇到Enderman 然後把一些東西塞的 這個鏟子啊,石頭啊 石頭拿來做地標的啦 不過好像也暫時不需要,先放著好了 這鋤頭也是啊 然後釣竿,釣竿也是啊 奇怪我到底拿這麼多東西在身上是要幹嘛 難怪每次都被觀眾罵 咬你背包真的好亂,好想幫你整理 嘖,幹屁屎 好啦,那就再做一點稿子出來囉 洗腹魔,現在幾等,29等喔 好啦,來 掠奪3 哎唷,幸運3 幹 麻這樣,我沒有罵髒話喔 27等,要27等了 掠奪3 幸運3 哇 哇 罵觀眾巴哈劍 好,對不起對不起 我錯了我錯了 好不好 欸 怎麼會這樣子 我覺得我等一下可能也要輪落到砍樹了 所以我們也做一點斧頭出來好了 來,洗腹魔 我們覺得有點奇怪耶 今天的運氣好像不應該是這樣子啦 掠奪3 3 幸運3 幸運3 幸運2 哇,都已經到幸運了 不能給我3 天啊 幸運3 YASA 不會這個,又剛好是掠奪吧 這剛好是掠奪,我就把這遊戲炸了 好好好,沒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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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等 好,再挖個5等 這個是 這個是我現在附到現在唯一一個有兩個附魔的耶 按下去有兩個附魔的 我很可憐吧 對不對 有沒有比我可憐的 沒有齁 啊 感謝666一波 感謝感謝 聊天室有多久喔 其實有時候看這樣也很開心耶 說真的 就是聊天室有一種不約而同的默契 對,不約而同 只約 砲 放5 砲 對 過年一期放鞭砲 欸 原木11個 這樣子 64個 加7 夠了啦 夠了 好,等下再回來打吧 我們先去 把經驗值打回來 來 終於歐了一瞬間 一個move 對,有時候看那個聊天室 不管你們是刷87還是666啊 我覺得蠻好笑的 一堆87你也很開心啊 因為會覺得說觀眾之間有跟你互動到啊 因為開實況說真的啦 跟影片不一樣的地方 最大的不同就是在於互動 你知道 只要開實況有互動到 我就覺得就很OK 所以其實我還蠻怕就是有時候開台聊天室 可能就沒有話題啊 或者是說 玩的遊戲比較不是你們想要的 然後聊天室就會很安靜 我就會突然覺得 很寂寞 所以 大家一定 記得多聊天 罵我也好嗎 感謝送禮87 感謝感謝 這個應該是隔壁棚的那個 禮物貼圖 不約兒童 可是我喜歡兒 等一下你叫兒童是不是 我們要洗你87嗎 如果等一下有做什麼87蠢事的話 可以 歡迎歡迎歡迎 台主飆車啦 哪有 那我飆車 我明明都講比較正常的話 過年一起放砲嘛對不對 那我飆車對不對 我一派正直啊 天啊 找不到比我更輕流的實況主啦 好啦 我們現在就是 再達到30等一次吧 今天就是把這些雜物做好做滿啦 之後 不管他們要去 冒險啊 或者是甚至說 跑後面的那個什麼 終界之類的 至少 我可以幫他們多找一點鑽石出來做裝備啊 至於他們個人要怎麼附魔 那就是看他們的造化了 如果他們都 質疑要附保護3 那還是要等他們挖等級 但是如果他們覺得說 欸 保護1、2就夠用了 那我 我只要幫他們找足鑽石就可以了 嘿 所以就 省很多弓這樣子 我堅持不只幫我自己 我會幫助到其他人啊 寂寞的台語是秀帽嗎 嘿 對對對 沒錯沒錯 我是覺得他們不會冒險啦 呃 這個有 一開始有講啊 就是說那個 因為我們一開始比較傾向 帶大家看 1.14的新東西 所以冒險的成分比較少 那因為1.14出啊 現在其實 東西也差不多 出完了 沒有什麼新東西可以看的 所以 就是 之後會比較走回正軌啦 就是比較 傾向出去冒險 這樣子 對阿 如果他們不想冒險 那也 也沒辦法啊 這個系列還是 會有一個終點在嘛 對不對 總不能說就是 就是 嘿阿 到1.15你還在跑1.14吧 這樣不對吧 就1.14可能 還是需要做個完結啊 然後在迎接之後的版本 這樣子 像1.13 我沒有完結到 我就覺得蠻可惜的 因為最後一顆 凋零骷髏頭一直打不到嘛 所以 某方面來說 我真的也是來1.14還願的啦 好 就希望1.14可以 把凋零王 打完這樣子 恭喜幸運3保底 對啊 我現在好像就是一個保底的概念耶 好啦 我們把這邊石鷹挖一挖吧 這為什麼有一條小路啊 喔 小路下面滿滿石鷹耶 棒 太好了 那這邊我們稍微做個記號 階梯在哪 這裡 稍微做個記號說 知道我們是從這邊來的 好 欸不對 應該那邊掏碗頂都28等喔 看這個升等的幅度來看 應該不可能 30 突然被嚇到 對不起啦 對不起啦 我有時候就是 比較激動一點點嘛 這也是 這也是 從以前到現在 很多人 蠻喜歡看我尖叫的原因 因為我玩遊戲 真的不是什麼做效果啊 真的都是真性情反應啊 你們看到我那個摔上去叫的 大聲的跟什麼一樣 那個不是說我為了做效果才這樣叫 真的就是嚇到 然後一個 真實的反應 有些實況主啊 或者是youtuber啊 為了拍影片 可能做一些效果 就例如 明明就沒有很驚嚇 然後就 就要下 然後嚇到整個 聲絲力竭的吼這樣子 我不會這樣子 我被嚇到 都是真實的反應啊 好來 欸不對欸 這邊挖一挖 對啦應該是跟我推測差不多吧 可能28等吧 當然是希望這邊挖一挖 就有30 這樣子是最好的 我就不用再 花時間找其他地方來挖了 欸這個真的好棒喔 天啊 這個苗邊材質包 真的是爽 挖一挖耶 哇 一整個就是回不去的感覺 現在叫我換回原本的材質包 不要 不換了 不換了 這比當年的那個OCD還棒 天啊 欸苗邊材質包說不定也可以加上OCD啊 對不對 也很久沒有用OCD材質包了欸 還有沒有觀眾是在等 有一天我回頭 在使用OCD的啊 因為從 開始玩極限生存 1.10.2吧 還是1.9.10 那時候開始玩那個極限生存之後 我就都用原版材質包了 因為我怕不認得礦物或者是怪物 就因為以前都是玩空島嘛 然後就很常套用一些什麼OCD這種材質包 就是比較簡約風格的 對 因為空島不會太多什麼 就是你需要去做應付的東西 但是極限生存藥 你要顧的東西太多了 你可能怕一個 第一時間沒有反應過來 然後反應過來的時候 你才知道說 欸這個是Anderman 哇那你就來不及去做防禦了這樣子 對啊所以從 開始玩極限之後 我就沒有再套過材質包了 對啊 所以有沒有還在等我那個 回頭使用OCD材質包的 OCD好用 OCD好看 對啦OCD是好看的 就簡約風格 我真的蠻愛OCD材質包 就是很簡約這樣子 不複雜 喔好多Anderman喔 天啊 把他全部過去 欸是不是有一隻不見了 全部過去打一打 欸中間這裡是空的欸 他知道我要過去對付他了 所以 直接把我這邊 弄空是不是 Anderman 已經29等了欸 打完那兩隻Anderman 差不多29半 然後這邊打一打 應該就差不多30了 經驗值 過來 想過去打那個Anderman 因為Anderman到後期 也是很需要 就是那個 終界珍珠阿 Anderman 我來啦 我很怕 就是 我要不要再做一艘船出來阿 你覺得要不要再做一艘 我覺得很需要欸 因為我很怕就是說 等一下那個 一個 不小心 就是 灰劍 或者是幹嘛 打到其他另外一隻 那就會很麻煩了 兩隻都還在 兩隻都還在嗎 可是有一隻好像比較難對付欸 這一隻 這一隻在懸崖邊 這不好處理捏 好啦 這邊不要跟他浪費太多時間好了 不然我覺得上面那隻要跑走了 這好麻煩喔 可不可以 安混一點點 安混一點好不好 好啦 坐上來嘛 欸 不讓我放欸 這個 這什麼毛病阿 他現在到底是站在哪一格上面 喔有了 好啦 我很怕豬人 怎樣突然走過去欸 上面那隻應該不見了 我猜 這隻打完都不知道民國幾年了 上面那隻已經 可能去泡 泡咖啡聊是非了 他燒起來了 他燒起來了 我的手 這麼燙喔 我的手為什麼會讓他燒起來啊 我的手這麼燙嗎 啊 沒有泡到耐久 好好好 上面那一隻上面那一隻 現在這個是我改的 上面那一隻 來 我來再看鳥雲室 白癡阿 上面那隻都要不見鳥阿 還在嗎 阿還在 水 很乖很乖 我要的就是你這種乖乖聽話的寶寶 只可惜你也快歸西聊 蛤 蛤 蛤 手有覆燃燒 對啊 東河馬是你 欸我剛剛這個手把他打到燒起來 好猛 有沒有看到這麼猛的實況主 手自帶著熱效果阿 搞不好我是那隻有沒有 欸有珍珠棒 外掛自帶富然 欸我剛剛這樣真的好像開外掛阿 怎麼打一打他就自己燒起來了 好可怕 謝謝你的觀賞 還看的開心嗎 喜歡的話記得給我一個GP喔 也歡迎按讚我的粉絲團 鎖定我更多動態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囉 掰掰